HELLO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箱不卡卡 今天要来拆的是2023年棒球经典赛的卡盒 那这个卡盒是在TUPS官网上独家贩售的 这一盒里面总共就只会有一包的卡包 那每一包会有20张卡片 那这一次我买了两盒 因为我记得它那时候在官网上面是写说 平均三盒会有一张的签名 所以就打算用两盒来看看能不能幸运的拿到签名塔 OK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来开啰 大家那时候应该都有看经典赛吧 尤其是最后大谷跟Mike Chow 的对决 真的是超级精彩 而且这个剧本完全就是大家想看到的剧本 应该说在它真实上演之前 没有人可以预料到竟然真的会有大谷跟Mike Chow 对决的一天 所以那时候也是造成了很多的话题跟轰动 好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哇超级厚的这一包 因为里面有20张的卡嘛 首先呢就当然还是许愿希望可以抽到Otani的限量卡 因为里面没有Otani的签名啦 所以就是以限量卡作为目标啰 OK那首先呢当然就是各个国家的卡片 不过很可惜竟然没有出到中华队 不然蛮想要说张宇诚的 Tim Anderson Oh Julio Rodriguez OKOK给他一个位置 再来是Machado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前面呢几乎就都是这种普卡 Otani的签名卡 Broggeist Saki 左左目朗希 希望之后可以看到他上大联盟之后的卡片咯 每次限量都这样莫名其妙就出来 Havier Baez限量75张 然后我刚刚看到后面好像也是限量 哇 但是国家不是日本的 Yon Makada 古巴队限量150张 然后是The Last Nubar 这也是在经典赛圈粉很多的这个日本队的Nubar 可惜一张李正号 李正号吗 李正号 后面还有一张耶 是不是签名啊 好 限量 看来应该也是国旗卡 哇 美国队 哇 签名 有没有以为是这种国旗但是有限量 但是是签名耶 Oh my god Bid Alonso 现在要25张 哇 夸张 哇 哇 第一盒就达成我的这个签名卡目标了 第二盒 还要拆吗 哇 真的没有想到 第一盒就成功的抽到签名 而且还是Bid Alonso 北极熊的签名 我觉得非常可以 WBC经典赛美国队的卡片 我觉得这签名签得很漂亮 哇 真的是有点幸运耶 哇 太开心了 希望后面那盒可以有Otani的限量 这样会不会太贪心吗 好的 第一盒大家可以看到台面上 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盒咯 虽然刚刚有一度开玩笑说 诶 第一盒开成这样 好像第二盒可以不用开了 但还是开来看看会抽到什么吧 说不定 大股的限量卡就在里面对不对 不是说不定可以真的 异常幸运的抽到两张的签名 毕竟第一盒就出签名 第二盒我们就可以再给予他无限的想象 一样是一包卡包 那里面呢就是缓充电 很期待第一包这么精彩 第二包能不能更精彩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二张 然后又是一张日本队的 這個叫什麼 Yamamodo 是怎樣念嗎 Yamamodo Oh! My Child My Child來了 Francisco Lindor 欸! 怎麼跟剛剛一樣耶 而且也不是平行卡 竟然就同一包出了兩張一樣的圖卡 Perneles 我們大骨大骨 拜託我來一張大骨吧 Diaz Manny Machado 這也都是剛才有充褲的 喔!又是這個李正浩 又是Paris 欸!這一包是怎樣一直重複的 然後看了一下後面應該不是簽名 所以我們先從後面 一張Mookie Bet 這種國旗卡也是很漂亮 再來一次 Hulio Rarigas 可以喔!接下來就真的只缺Otani了 哪一把哪一把 偶餐 喔! 看他國旗就知道不是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又 back to back 所以包裡面有三張 Paris Too many Too many parrots Alright 然後這張是黑色平行沒有限量的 最後一張Otani的機會 哇!橫的 Otani是直的不是橫的 最後一張是Sandy Alcantara OK!會失望的太明顯嗎? 好像失望的有點明顯 竟然連半張Otani的普卡都沒有 哇!那我們這兩盒的差距其實算是 有一點...有一點大 OK!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在這兩盒 2023年世界經典賽的Tops卡盒裡面 抽到的所有卡片 那當然最可惜的部分還是沒有抽到大股祥品啦 不過除了大股祥品之外 好像其實抽的還不錯 就是以第一盒來說的話 第二盒真的抽到太多重複的人了 所以還是覺得第一盒是一個超讚卡盒 好的!那今天這兩盒 這個經典賽卡盒的分享 就到這邊結束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囉 那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麼我們的開箱布卡卡就 下一次再見囉! 用這張超級好看的Pete Alonso跟大家說聲 Bye!